聂锋快替老夫夺取那条鸡骨 放心 聂锋在熊霸的命令下飞向龙脉 经过9981秒的时间 来到了轩辕皇帝的海谷前 放着远古神器轩辕剑不要 伸手拿走了皇帝的脊椎尾骨 也就是所谓的龙脉 龙脉得手 聂锋快走 到洛阳坡与老夫会合 熊霸见聂锋拿到了龙脉 要聂锋和他在洛阳坡会合 然而出乎熊霸意料的是 他在洛阳坡谷等多日 却始终没有等来聂锋 显然聂锋是发生了什么变故 莫非聂锋也背叛了主公 不可能的 他扶了九转心丹 亲至已非他自己所能控制 绝不敢违抗我的命令 主公 大意不得 秦霸不就是很好的例子 由于秦霸这个前车之剑 熊霸担心聂锋也会脱离掌控 只好命令决心带人寻找聂锋 不论死活定要夺回龙脉 画面一转 朱皇和第二梦找到了聂锋 却发现聂锋的状态有些诡异 似乎是在和体内的魔性做着抗争 随着聂锋用手抚摸龙脉 代表聂锋入魔的巨大魔字 正在褪去鲜红的颜色 聂锋的面目也逐渐变得安静下来 朱皇健壮化身解说员 表示这都是龙脉的功劳 龙脉是神州灵气所在 具备巡抚天地怪物的能量 难怪熊霸和武林至尊 都志在必得 以利于统治天下 朱叔叔的意思是 第二梦文言欣喜若狂 只要龙脉留在聂锋的身边 聂锋迟早会恢复神志 朱皇赞同第二梦的观点 决定和第二梦替聂锋护法 帮助聂锋脱离魔道 不久之后 一个寸头青年盯上了聂锋 他从怀里拿出了一份告示 武林至尊以百万两黄金 悬赏聂锋 要拿回聂锋手中的龙脉 他的包袱内一定是包袱 不然至尊也不会悬赏捉拿他了 寸头青年化身四脚蛇 以极快的速度靠近聂锋 随后扔出一根绳索 试图盗取聂锋的龙脉 聂锋听到动静一把抓住绳索 反倒将寸头青年拉到身前 狠狠将其一脚踹倒在地 紧接着聂锋拔出血影刀 杀气腾腾地走向寸头青年 高举血影就要手起刀落 幸好第二梦及时叫住聂锋 寸头青年这才保住一命 可也被吓得尿了裤子好不狼狈 第二梦认为寸头青年罪不至死 劝解聂锋不要再造杀孽 寸头青年抓准时机往后逃去 留下了武林至尊发布的告示 珠黄捡起告示查看 这才得知是武林至尊的手柄 突然珠黄察觉出一股杀气 要第二梦带着聂锋离开 而他则是留下替两人断后 珠黄根据杀气的来源 来到石桥之上守株带兔 果然有人拿着聂锋的画像 询问起珠黄聂锋的下落 哎呀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天涯四君子 原来是老叔 来人正是赫赫有名的天涯四君子 显然他们并不惧怕珠黄 而珠黄为了避免四人送死 东阿西扯了一大堆 就是没有说出聂锋的下落 天涯四君子却是急不可耐 询问珠黄到底见没见过聂锋 见倒是见过 不过你们为了这一百万两黄金 去送死不止啊 快说 到底去哪了 不想变成死珠的话 都知道 珠黄假装很害怕的样子 随意指了一个方向 让天涯四君子追了上去 与此同时 聂锋突然停住脚步不肯离去 似乎是在担心珠黄的安危 任凭第二梦如何劝解 聂锋还是转身折返了回去 天涯四君子发现被骗 找起了珠黄的麻烦 要珠黄赶快说出聂锋的下落 珠黄新知若是天涯四君子找到聂锋 必会死在聂锋的魔刀之下 不仅会赔上四人的性命 还会加重聂锋身上的魔性 奉劝四人赶快离去 不知好歹的天涯四君子 认为珠黄不肯配合他们 当即持剑围攻起了珠黄 珠黄号称天涯第三 武功自然在天涯四君子之上 四人剑拿不下珠黄 竟使用卑鄙手段暗算珠黄 珠黄躲闪不及被四人索情 你们号称君子 就为了百万两黄金 使用将不下三滥的迷魂伞 为了捉住聂锋 这点手段算什么 带走 聂锋